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明哥聊太集 那么我是明哥,看现在变了,对吧 我现在呢,留一点胡子 然后呢,把这个头毛留长一点 改变一个形象 这个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想感受一下这个 有胡子,长头毛的这种感觉 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 就是没有其他的意思 好,那么今天呢 我们想聊一个朋友的留言 我们回复一下 这个朋友呢 他说的这个站桩的问题 说要不要站桩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个人呢 有我自己的看法是 如果是练太极拳的人 我觉得是不需要专门去站桩的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太极拳呢 练得非常慢 非常慢 如果我们在慢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桩 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太极桩 那么比如说 太极拳 我们说要一个魂圆镜 其实呢 站桩 其实也就是为了得到这个魂圆镜 那么站桩 专门去站桩的话 也可以 但是呢 我个人的体会 从这个 我个人这50年来练太极拳的体会上来说 站桩 我个人爱好太极拳 练习中 把桩放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练太极拳 我们不动 是一个桩 那么我们练太极拳练的慢了 慢的时候 我们不动了 我们练慢一点 那么这就是一个桩 如果我们 守到这里 守到这里 在这里 高碳码 这也是一个桩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太极拳 我们手脚运动的轨迹 我们比如说运动 我们腿手脚腰 身体的运动的轨迹 运动的这个路线 这个路线 这个线是由点来连接 大家这是尝试 线就是由无数个点连成的线 我们运动的这条线 有无数的点 我们每一个点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桩 我这一条 比如说 这个线路 我手运动过来的这一道线上有无数的点 其实呢 我每一个点都是一个桩 我夸大一点来说 每一个点都是一个桩 都是一个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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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跟站桩的效果应该是一样 但有的朋友呢 有这种说法 什么说法呢 他说你不动的时候站桩都站不好 那么你何况你在打太拳的时候是动的时候 你的桩不就更不好了吗 这种说法看上去也很有道理 我不动 我不动这个桩 都不符合要求 那么我在练太极拳的时候就更不符合要求了 他是这样讲 这个听上去也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但是呢 我个人呢 还是喜欢在太极拳的当中去体会这个桩公的一个作用 那么如果你练太极拳 这个入了门了 那么也就是说你知道太极拳怎么回事了 我说的是真正的太极拳 怎么回事了 那么你练的过程当中 它和装的作用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朋友就说要不要站桩 那么我个人以为练太极拳的人 如果真正按照真的太极拳的要求去练 我觉得是不要专门去站桩 不需要 我刚才讲的他每一个运动轨迹都是一个桩 我不停 我不停 停的时候就是一个桩 不停他也是一个桩 那么 当然这里面必须要什么呢 要符合太极拳的要求 那么假如你练的是其他的拳 我不可能知道很多 我其他的拳不懂 那么你其他的拳 你没有太极拳的东西 那么你练站桩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站桩就把你身体找到 在站桩的过程当中 你能找到很多东西 是你在练其他的拳里找不到的东西 那么这就是需要站桩 太极拳打太极拳的人是不需要站桩的 因为太极拳本身就是一个桩 我或者是说 很多人把它叫做活桩 这个桩是活的 这个桩是活的 它也是桩 只不过这个桩是活的 就像刚才有的朋友 有的朋友说了 你死的桩都站不好 活的桩更站不好了 当然我的体会 因为我练了50年的太极拳 所以我个人以为 我这个活桩是很舒服 我不喜欢站那个死桩不动的 那么站着死桩 实际上是看上去死的 实际上你真正的掌握 站桩的要领之后 这个桩也是活的 因为你不断的在内部在调整 在调整 在调整 那么也就是说 练其他的拳的 在练拳的过程当中 你体会不到桩的东西 那么你要专门站桩来去找那些东西 练太极的 这应该是不需要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不同的看法 大家可以提出来讨论 可以交流 今天我主要是回复 有一个朋友在我的视频当中留言 问了一下关于站桩的问题 有一句话叫万法桩中生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站桩中间找到的 那么太极拳也是一样 你在套路的练习当中 它都是一个桩 在这个桩中也能找到东西 一样的东西 至于是桩 找东西快 还是套路 太极的套路找东西快 这个呢 每个人用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 不一样 好 这位朋友说的 要不要站桩 两种情况 打太极拳的应该不要站桩 只要你符合太极拳的要求 在太极里能找到东西 那么不需要站桩 练其他的拳的 我不懂 那么练其他的拳的 你在打拳里找不到东西 那你只有通过站桩 来找到这种 全身的这种混原的劲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个人的感觉 就是体会 就是这两点 看你自己是练太极拳的 当然 那有的人 虽然也是练太极拳的 他是 比如说他练起练太极拳 他就是没有入门 他不知道太极是什么 每天就是 太路 打一百遍 一天打五十遍 二十遍 或者是每天打十遍 每天打 他这样只是 在太极当中没有练东西 他只是打这个套路 那么这样的人也需要站住 他需要站桩来体会东西 如果你真正进到太极拳里边以后 你知道了太极是什么东西了 那么我觉得就不需要站桩 不需要站桩 因为你打太极的时候 他本身就是一个桩 另外一个就是 至于说站桩的要领 我就不说了 因为站桩的要领呢 大同小异 应该说是大同小异 你说 一权 一权有很多桩 这个太极八卦 什么各种门派 他都有自己的桩 前几年 很多年以前分行 什么贺祥桩 气功 贺祥 这样的桩 对吧 那么都有 那么各种桩 我这五十年来练太极拳的体会 我认为 桩的动作不是死的 不是死的 应该是说活的 你什么 不管你知识是什么样的 你站桩的要求 要领是那样就可以了 这个至于桩的各种桩 那么你选择各种桩站 那么这是你的问题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明哥聊太极 关于回复的朋友 所谓所谓的站桩的问题 我再明确一点 第一 没有 就是进入太极 太极里面 会一点套路呢 不行 就是 或者练其他的权的 你需要站桩 在站桩里能找到东西 但是 如果你太极权已经练得很好了 都符合要求了 你的太极每一个事 都是一个桩的话 你就不需要专门去採装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一点体会 好 明哥聊太极今天呢 我们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呢 再接着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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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